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过去我们在为什么讲到中国运动员 在过去这种镜头前面的这种表现 就很拘谨 不苟言笑 显得这个面色凝重 那么实际上在过去的运动中 承载了太多的压力 也把这个所有的这种 保也好压力也好 都压在了这种竞技体育去 真金夺赢的这个上面 所以说我们国家的越来越强大 综合国力的越来越提升 所以在世界面前展示的一种自信 和一种自豪感 那么就不需要像我们过去 可能在80年代90年代初 还需要通过竞技体育 去他的这种真金夺赢 当然现在竞技体育依然那么重要 也需要我们的这个选手 在国际赛场展示他们的面貌风采 展示他们的竞技的这种能力和水平 当然这不是唯一的 不躲起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